我是朱磊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四个单元呢 我们要再一次的访问呈现 保尔博物馆的董事长师刘秀之女士 谈谈这些年工作上的一些故事 还有呢就是讲一下 正在保尔博物馆展出的三星堆 还有金沙遗址的特别的展览 Anne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首先要再次的恭喜Anne 恭喜您再次被评为呈现的风云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 就是改变呈现历史的风云人物 这是您第三次当选了 谢谢 我都是要感谢所有华人的朋友的支持 还有把我博物馆这几年来 就是很支持我 可以让我也做了很多的大展 这个大展所有呈现的朋友们也看到了 而且他们也觉得非常的给我肯定 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安慰 就是说大家还是喜欢我做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要做一个展览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然后还有Anne加上以前我们给您介绍 其实在多年以前 您自己还经历过这个癌症的折磨 可是呢这么的坚强 我好像不做事就不行 因为即使是说在开刀完 我还是到了中国去签了第二次的兵马用站 回来之后再接受化疗 化疗之后呢 再去电脚 把兵马用带来 就是说我的感觉说不要停顿 我们即使说身上有这个癌细胞呢 能够把它扣服掉 能够肉观的以待 那我想所有的疾病都会没事的 在您和大家的努力下 现在呈现的保尔博物馆 是美国几大必看的博物馆之一 这个多么不容易 必须要看的博物馆之一 而且这个所谓十大并不是由一般的人来评审 是由美国博物馆协会 私下悄悄的 悄悄的进来这里看 他看了你文物的内容 再看看你的灯光 还有你的解说 最重要他们要看到 儿童是不是能够懂 因为一般都是以教育为主 还有就是残障人员 就是可以看得清楚这种解说 这个很重要 然后加上我们今年很荣幸 有二班房地区来支持 我们有中文的讲解 在三星堆和金沙这个展览上 中文的语音导览 因为这非常不容易 在美国的博物馆 能够有中文的耳机导览 你看必须要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 才有今天耳湾基金会可以给我赞助 因为做一个中文语音导览 最起码要花掉三万块美金 所以也是要大家的努力 大家来支持这个博物馆 才可以有今天的这个耳机导览 对啊 这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 尤其是现在 现在的三星堆 三星堆还有金沙遗址 其实除此之外呢 宝尔博物馆还有一些永久的展 是 我们还有新几内亚的展览 非常好的新几内亚展览 还有就是中国的展厅 这是我最直以为傲的 因为实在是不容易才能够有中国的这种展厅 因为从新时期到清朝 所有六年级的学生上了中国历史都可以来这里看 所有意识系的学生 他们也必须要来这里看 他们都做着笔记 等于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学分 所以这好多个展览 还有玛雅文化 还有我很强项的这个 就是学生画的展览 这些都很值得看 尤其我想要跟 所有十八台的好朋友们分享 我最近刚从三星博物院回来 就是我把美国原住民的展览 带到广东省博物馆 去开幕在7月11号 接着就到了三星博物院 12月12号开幕 然后下一站是到湖南省博物馆 3月27日开幕 这个巡回下来 在所有国内的朋友们 都不需要大老人的跑到美国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 美国原住民这些人的生活的形态 您看您作为这个文化的使者 这个桥梁 已经把这个美国的东西又带到中国 不光是把世界各国的好的带到美国来 也把美国的带出去了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下面呢我们有三个单元呢 我们就听安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这个文物 带到鲍尔博物馆 这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说 这怎么可能 安怎么可能做得到 因为那是不能出国的 好我们接下来 讲着安这11年来这个的心血 然后呢当然就是忙了这么久 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来看展览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四个单元呢 我们访问的是呈现 鲍尔博物馆的董事长 施刘秀之 他也是今年呈现再次评选上的 改变呈现历史的风云人物之一 好那我们今天呢 请安娜跟大家主要是谈的是 三星堆的遗址 还有金沙文物呢 在鲍尔博物馆展出的故事 花了11年的时间 把这个三星堆 尤其是金沙带到美国来 这是简直是 大家说这是天方夜谈 只有秀之做得到 事实上这个展览是 忙了11年 2001年我就有意向 跟了三星堆博物馆的馆长谈了 我想要借这个展览 但是当时呢 2002年呢 大都会已经跟他们谈了 而且当时的西雅图博物馆 也跟他们谈了 所以他们已经在准备到 西雅图跟到纽约来了 之后呢 我也忙于大家知道 我也忙于呢 有就是 在这期间 你有在谈其他的展览 对西藏的展览 然后又有兵马用 又有上海博物馆的展览 还有新疆古诗的展览 对 就是 还有法国的 对 是很多的展览在进行 因为一个展览 最起码要有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做成 从开始接触 谈 做意向书 到签 合约 然后挑选文物 整个 必须要三年的时间 对 那最主要呢 三年的时间 不只是在筹别这些展览 还必须要筹款 筹钱 筹钱是 对 目前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每一笔每一分 都必须要专款专用 就是我今天筹到的朋友 捐给我的钱 写的是中国展览 我这一笔钱 就必须要用在中国展览上 对 就是我今天这一笔 其实是说 在教育上 我就必须要用在教育上 对 我很多的基金会 给我的钱 是要用在儿童的 学校的团体来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校团体 就是因为基金会赚金 对 他们是觉得 越小的小孩来看博物馆 长大一定会懂得更多的文化 所以谈到三星堆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也是跟成都文物局 一起在交谈这件事 他们说 很乐意能够到美国来做展览 那到美国来做展览 我的印象是 不只是到了宝尔市 我希望能够再到别一展 对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是下一站3月15号 在鲍尔结市之后 就到了休斯顿自然博物馆 他们是10月9号开幕 有很多的 就是说代理商 他们都会把这个展览 分享给别人还要收费 我们都是非盈利的 所以我们给的也是非盈利 一毛钱都不 就不说接受任何一个亏证 就是大家分享这种 就像分享这种文化 就是说像我这一次 从成都带来的展览 我也宣布了我们的熊猫 因为事实上成都是熊猫的故乡 所以我们商店也卖了一些熊猫 最主要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卖熊猫 事实上这个文物是从四川来的 大家都记得四川就是熊猫的故乡 成都他们很爽气 他说你做了那么多的展览 我们相信你 在下个单元我们跟大家聊三星堆的文物之前 我想问一下接下来三星堆之后这边的一些展览是什么 谈到下一个中国展览了 我很兴奋的要告诉大家和我们的观众们分享 就是我终于拿到了齐白石的书画展 不只是书画还有它的木雕 大家都知道它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木工 所以一般人都没有看到它的木雕的工艺 只看到它的书画还有画 但是这一次的展览是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 4月11号开幕到7月11号 希望大家要珍惜这个时间来看一下齐白石 第一次来也是第一次来的 好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我们就跟Anne 我们进到这个馆里面 我们请Anne跟大家挑几件金沙衣纸 还有三星堆的文物 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好不好 稍待之后还有两段 欢迎您收看 好 现在我们就听Anne来跟大家讲 这一件宝贝童大鸟头 这是一个青铜器的一个鸟头 是 这就是说古史文化 它的那个青铜器的造诣 就在3500年前能够有这么高的工艺 可以造成这么大的鸟头 大家看到这个事实上出土的时候 鸟头都是睡在一边的 在那个考古人员再把它修复 回来像这种鸟头 但到现在呢 我们在成都整个地方找不到 制作这么大的一个site 就是说它的古遗迹 找不到 问题当时它就是铜器 这么大的工艺 谁教它的 对 在哪里制作的 所以也就是说可以讲 这些古史文明的人 实在是有它特别智慧的一面 没有桑代这个铜器 就没有西周 这个铜器的鼎盛时期 所以这个整个流传下来 都有它的典故的 这个面具 因为它实在是一件 很神奇的这样一个文物 在桑代3500年前 有这么大的一个面具 一般做的只是小小的 这么大的面具 而且是这么大的眼睛 大耳朵 还有嘴巴是微笑的 制作这么大的是 要显示它的权威 对 是在当时古史文明 在供奉的一个供奉品 距今也有三千五四千年了 三千五百年前 对啊 就是在想说 大家还是觉得说 都找不到当时制作这些的 那个作坊 对不对 工坊都找不到 找不到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就是说也很特别 它当时也没有人叫 叫它怎么制作 它们这个工艺是从哪里来 还是现在专家学者 还在追求着 在研究着到底 它的工艺是谁教它的 对 那这个三千堆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面具 是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形象 那它和这个在成都的时候 大家如果去四川 还可以看得到 有三千堆遗址 还有金沙的遗址 那它跟金沙的这个 它跟金沙是距离 有三百到五百年的距离 就等于是万三千堆 那可以从这些出土的古籍里头 看到所有的文物 在三千堆 所有人要逃到金沙的时候 金沙就是在河流一边 河流里面可以逃到一点金属 所以就叫做金沙 它里面的骨鸡全部都是破坏掉 在埋的 那表示这些人在冲事离开之前 就全部摧毁掉 再把它埋下来 然后这一直逃到金沙附近 这样子 它的鼻子 这个是大鼻子 这个鼻子是往上 像鸟鼻子 那一个像鸟鼻子 这个就是它有冠一个 我们看到的那一件 也有一个洞可以插 但是找不到 它到底是上 也没有戴上这一个 所以这就是它的小板 这个的小板 小板 这个小板 这个跟那一个就类似了 所以当时挑这两个的时候 就是有典故的 要让它代表性的来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它制作工艺的时候 也有加上这个 实际上这个可以理想 现在我们来看的那是 就是戴金面具的这个青铜人像 人家说这个玉香金啊 什么其实这些也都不容易 可是在三千五四千年前 青铜器香金 这个又听你讲了 大家面前看到的这个是金面具 所谓金面具 所以事实上 它当时出土的金面具并不多 但是我们很不容易 拿到了两具的金面具 因为当时的铜器和金 假使是他们冶金学者就知道 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当时谁教它这个技术呢 这也是一个谜 就是说三千五百年前 大家只是知道铜器还可以做 但是怎么样把金 能够像在上面 而且到现在都不掉 都没掉 到现在还是非常完整的 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研究的地方 对啊 至今也是一个谜 对不对 大家在想说到底他们是不是 外星文化 外星人教的 而且教完之后 整个都毁掉 你都找不到蛛丝嘛 是人到哪里 现在都不知道 是还有现在专家学者还是在继续研究 因为这个三星堆的还有金杀遗址的 可以让他们研究好久 因为都找不到 听说这些人都是 也后来专家是这么找 这些人是不是逃到越南呢 因为一直追杀嘛 到有的是逃离 有的就是留在当地 我们可以从一件作品里头可以看到 好 我们来看一件作品 像我们现在少数名字的枪竹 他们的男士头上头发还是盘着 和这一句是一模一样的 是所有出土里面最高的一个神人像 这个神人像呢 他手上的首饰呢 大家以为他是抱着象牙 事实上在日本做展览的时候 日本人就是原汁原味的 把它制作成这样 把善蛙要插进去 插不进去 后来专家学者就在研究 为什么他的首饰是这样子 那我们记得所有他是等于一个巫师嘛 所以巫师在做法会的时候 都有一些首饰 他就是在做这种法会的时候 他所一定要做这样的转动 所以很多人以为是 大家有一个猜谜 到底他抱的是什么 神障还是象牙 但是谜底是他是在做法会的一个首饰 这样子 所以后面的照片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是当时出土的情形 是 而且这一尊他的功能备成高超 他所有身上 他穿的是燕尾服 你看到 他后面是燕尾服 真的 他的衣服是一个燕尾服 就是符合美国这种 所有的 TACIDO这种方式 然后所有的雕工也是神像的 里面都是很多的图腾都非常的特别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金面具这个宝贝 这个是这个纯金的 这纯金的这个金面具是金沙遗址里面发现的 因为金沙就是在河流里可以找到金子的沙子 所以他们移到那边之后 他们找到有很多的金子 所以金子他们就制作的金沙 金面具 纯金的 而且他的工艺非常的漂亮 这里面没有铜器的 纯金 这么小 但是现在我曾经把这个照片想要请做金子的工人帮我做 他说做不来 真的 他说这个工艺太高超了 也是他们的供奉的一个神 这个就是金沙遗址相当著名的太阳神鸟 这个太阳神鸟当那个王院长在出土的时候 他看到一堆的金子 他说这一堆是什么东西 慢慢的拨开来才发现是一个太阳神鸟的金箔片 然后当时他们很惊讶 因为以前的人是供奉太阳神 然后但是他这里面工艺好在哪里 还有四只的鸟飞在上面 红黄在上面 等于表示春夏秋冬 现在被国家文物局 还有中国文化遗产学会 也以这个当着logo 现在是代表性 非常珍贵 而且它的薄度是薄到像纸一样 薄到像纸一样 因为当时是当然没有机器来 当时用手把的 能够达到这种工艺 是相当高超的 这个炼金技师来讲 还有制作技师来讲 都是非常高级 大家看到的这个象牙 这么多的象牙 3500年前我们不晓得是不是 气候的变迁 或者在成都是当时是没有大象的 那也许但是已经考证过了 这些象牙是亚洲的象牙 并不是非洲的 所以也许是从泰国拉缅甸那边过来的大象 但是怎么来呢 是不是人工班来的 因为看到象牙 看不到象的遗址 找不到象的所有的身体上的遗址 所以表示这些象牙是外来的 这个实在是很精彩的一个作品 这个非常非常 对 非常精彩 它的耳朵 它的鼻子 它的脸是都是跟三星堆有关系的 对 很像 所以这个双方的传承是有关系的 对 前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跟随保尔博物馆的董事长 施刘秀之呢 去看了这个三星堆的展览 因为三星堆的这个遗址的发现呢 其实就是将中国文化的那个源头说 更扩展开来了 对 而且呢 当然三星堆它的神秘 它的这个价值也是 这个世界九大奇迹之一 是 它是跟着三十度 比为三十度的这些 世界文明 神庙的一种文明 包括玛雅文化 还有宁罗佛 这些都是在比为三十度 大家会觉得这个 这个纬度上实在是很神秘的 而且到现在 三星堆的人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了哪里 对啊 到哪里去 很多专家曾经说过 他们是最后逃到越南 被越王全部杀美 但是呢 很多专家学者不以为然的觉得 他最少也有一组一的人还留下来 或者不会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枪族 他们的法式 我们看到的这几个面具 大家都看到的 在枪族现代的人里头 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法式 还有他们的头饰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到中国的 大家都知道兵马用它的价值 它的魅力 其实三星堆 还有君沙遗址的这些文物 它的不顺于 不顺于它 对 不顺于兵马用的价值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人创造的 是外星人吗 外来的文化吗 很神奇 到现在真的是每一次看到 我都自己每天走下去看一次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希望我们的观众们 能够借着这个 在3月15号收馆之前 能够来看一下 很值得看 而且我们也特别为华人朋友 做了中文的语音导览 这也是创举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来享受一下 大家一定要来享受 我们说是世界九大奇迹之一 是那么的神秘 那么绚烂丰富的这样一种文化 就是三星堆 还有金沙医治的文化 大家不要错过了 欢迎到保尔博物馆 周二到周日 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钟 尤其是刚才董事长 安旭跟大家说 有中文的语音导览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所以欢迎所有的华人朋友 或者是学习中文的朋友 学习中国文化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了 这一次保尔博物馆的展出 好 我是朱磊 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